好的,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这里是黑衣侦探,今天2.3下半,也就是翡翠银芝池的首尔卡池流水,真是出炉啦,如视频所示,第一日的数据为22万2000刀,是烧薰于往期的只根鸟托帕池和上期新史地的波提欧浮泉池打个55K,当然某卖的预估流水真验图仅供大家参考图一乐,咱们还是要以商店排行网的数据为准。 目前崩铁是在全球10个国家及地区中上榜前十,人群四大区里,国服是不及小小妹绝区零,目前排在第五,美服因视察原因卡池还未开放,日服则成功登顶,只能说不愧是日本玩家啊,对老米的支持率度那真不是一般的打,但凡是个新游戏新卡池,别管国内风评多爆炸多国人问津,人家那边就是能回回登顶,这就是老米在日服惊人的统治力,大家不服不行。 韩服的话目前则是排回在飞榜的边缘,位列榜单第十。 总榜方面,DNF手游是已连续八榜九天,王者荣耀则掉落一本线,目前排在第四,身前是和平精英,小小妹绝区零的话,目前是排在第六,流水后进还是挺足的,这座公司开服快一周了吧,仍旧未掉落二本线。 至于本期的主角,崩铁的翡翠银支持,自昨日中午12点开服以来,就一直没过二本线,好家伙,这翡翠可是老米的新角色卡池啊, 老黑没眼花没看错吧,一往说挂铃,咱们往往调侃的都是一本线挂铃,可没让你二本线有挂铃啊,好嘛,这下是真要跟隔壁大明的金西,以及马上要到来的长离池,同台竞技三本线,或专科线的大舞台了。 明日方舟目前排在第四十,元神目前排在第四十三,明朝目前排在第七十一,阴阳师排在第一百五十五,陈牌禁区排在第一百五十九, 非特购则排在第一百六十七,身后是排在第一百六十八的重返未来一九九,少前二,无气迷途则依旧非榜中。 那接着就是大家喜欢乐见的卡池超净准线数据了,一本线二本线上完老黑都说过了, 这次崩铁是双双挂铃,目前就有超专科线十五小时的数据,怎么新角色翡翠的流水能暴跌成这样,成女,大姐姐,技能动画还带点S属性,怎么大家都突然不买账了呢? 不行啊,老米,咱得支愣起来啊,这可才刚到二者三版本啊,在《评论康尼》主线剧情余恩尚在的情况下,下半卡池就拉垮成这样,那以后还咋办嘛,可别真被隔壁明朝反朝了,那乐子可大了。 唉,只能说这结果,既在意料之外,也在情侣之中,老米本期对新角色翡翠的刻画本来就没多少篇幅,二十三剧情的高光,近乎全给了卡池上半的流营,翡翠的宣发也近乎没有,因为当期正好撞上了小小妹,绝去灵的公测时间段嘛,很多老哥都留言道,老黑老黑,要不是关注了你,我是真不知道翡翠新卡池已经上线了呀,老米这波怎么搞的,给新游戏让路也不能雪藏老游戏吧,只能说时也命也。 本来翡翠的角色强度也就那样,卡池里陪火的,还都是些开服的老碎英角色,那真是下手抽不了一点,只能说玩家还是哪群玩家,但要做到同时支持三个游戏的米家卡池,那是真的有点力不从心了。 那最后就看看卡池抽取情况吧,如视频所示,首日攻击是出了4718只翡翠,427只银芝,两者的比例是来到了惊人的11比1,光追尺方面,翡翠专五出货1555吧,银芝专五出货178吧,两者的比例大概就是8.7比1,好家伙这么一对比,银芝真的太惨了呀,本期的抽取数连人家翡翠的零头都不到。 五星角色里本期歪到最多的,一次是克拉拉,燕青,瓦尔特,杰帕德,四星角色里本期出货最多的,一次是艾斯达,西路瓦,纳塔莎,那不知道各位老哥你们本期都有抽翡翠吗?欢迎一起来讨论哈。